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越能掩盖住她的哭声 虽然我单身挺长时间 恋爱经历也不丰富 但是我还是约会过挺多男生的 我们女生有一个公开的秘密 就是跟不喜欢男生出门约会 我们是不会洗头的 但是跟喜欢男生出门约会 不但要洗头 还要洗澡 化妆 穿成套的内衣 戴上卸妆油 洗面奶 吹风机 马桶垫 烫衣吧 所以判断一个女生到底爱不爱你啊 就看她跟你约会的时候 有没有背一个大包出来 包越大 越爱你 我们女生真的 出门过夜确实很辛苦 但男人就不一样了 男人出门过夜实在是太轻松了 女生们 如果你们有人试我跟自己的男朋友 一起出门旅行 你就会知道 你可能要花两个小时收拾行李 而他只需要花两秒钟跟你说一句 把我的内裤和袜子放到你包里 就这么轻松了 我发现呢 确实随着我的年龄增加呢 我看男人呢 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以前我的视力1.2 这两年都1.5了 我现在去做视力检查 我都不看那个视力表 我就看那男医生 只要看两眼 我就能看出他身上10个缺点 这导致我对待男人越来越肤浅 20岁出头的时候 我想找一个有才华 有见识 有责任感 最好是soulmate的那种 但现在我只想找一个好看的男人 因为好看的男人 他能让我瞬间变愚蠢 但是不好看的男人 他能激发出我所有的智慧 让我只有80的智商 瞬间飙到130 这样的我还怎么跟他谈恋爱 我只想跟他谈哲学 谈宇宙 谈脱口学的起源与发展 真的 我觉得好看的男人 就是可以消解掉很多男女矛盾 我都不敢想 如果这个世界上全是帅哥 那独立女性很可能就瓦解了呀 一个帅哥他就算不让我做家务 我也会抢过他的衣服 家务这种事情怎么让你做呢 家务这种事情肯定是我们女人做的呀 你再要跟我抢着做 就不要怪我对你动手动脚的啦 有些男生也笑得很开心啊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你们在想 我不就是这个帅哥吗 我也会问我身边的女生 你交往过多少个男生 他们都会想很久 想很久 然后说 五个吧 不对不对 四个 不对不对 两个 他们在大脑里面是这样计算的 这几个体验太差了 滑掉 这几个说出去太丢人了 滑掉 这几个死了 滑掉 其实最后一个也没剩下啊 但一个不说也太假了 只好说两个啊 所以呢 不要相信男人的鬼话 也不要相信女人的鬼话 你唯一能信的就是脱口秀女演员的笑话 谢谢大家 我是虫子 谢谢三弟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三弟一直是我斯非常资深的编剧 几年了 应该是18或者19年吧 1819年加入 现在是 其实之前就很早很早之前了 这个故事我就不讲了 请 大家好 我是英宁啊 我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母校 学的是矿产勘探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了不了解 就是把我学废了 真的 我学了七年 只找到过一个矿 就是在黄金矿工里面 而且我们这个专业啊 真的要在山里待很久 就我从小听到的励志故事 都是那种大山里的孩子 通过好好读书 考到大城市 我们专业的孩子呢 本来在大城市 也通过好好读书啊 考进了大山里 怎么说呢 朋友们 就是读书啊 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别人问我爸妈说 志愿给孩子抱到哪儿 我说抱到哪儿 抱着变形计啊 抱到哪儿 而且我们专业 实习第一天 老师开着车 就把我们拉到了山里 给了我们一张地图 和一个指南针 告诉我们 今天你们要从这里 走出去 我当时想 哇 老师说的走出去 该不会是 只有一个人能走出去吧 就下车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该跟我的同学合作 还是该干掉他们 让我同学拿着岩石说 我先分析一下岩性 我说我先分析一下人性吧 后来发现想多了 真的 在山里同学不危险 因为一进山呀 同学就走散了 真正危险的是野生动物 有一次啊 我就被两只野狗 给盯上了 下狗 常识都是弯腰剪石头 是吧 但这是野狗啊 它没有常识 我就是正在那儿 弯腰剪石头的时候 被野狗给盯上了 我当时看起来 我不是在下狗 我是在给狗请安 你知道吗 狗说猫 我说只猫 所以我 因为我都不敢盯着那个狗看 我怕它觉得有敌意 所以我当时只能低着头看石头 整个画面就是 我在分析岩性 狗在分析人性 而且它们确实在分析 因为我手往左 它们就往左看 我手往右 它们就往右看 感觉它们不是对我感兴趣 就是对这块石头感兴趣 我当时想 哇 这两只狗该不会 还是只学术狗吧 狗还算好呢 你知道吗 有吃的我喂它 没吃的我喂它 最可怕的是遇见了蛇 遇见蛇我们的常识是什么 打蛇打七寸对吧 关键谁能告诉我 蛇的七寸在哪呢 我总不能在哪 我说一寸 两寸 三寸 你别动啊 一动不就数乱了吗 四寸 五寸 六寸 这舍就六寸 真的好不容易要下山了 我们还得敲一包石头 背回去研究 我们学校建校七十年了 每届学生都从这个山里背石头 把这座山的海拔都背低了 让我们迂工知道的都得想 我说什么来着 就搬山这种事情 根本不用请神仙 中国地质大学就给办了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挺喜欢我们专业的 就是学这个专业 真的会让我们心胸开阔 因为在我们地质上来说 最小的时间单位是一百万年 就说实话 人类的历史都不够一个小数点 就是虽然此刻 我现在在透过秀大会的第五季 但在地质年代上 我们人处在显生咒新生代的第四季 我说 就 其实说到底就 想想这两年的糟心事 我就觉得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一个小数点解决不了的 谢谢大家 我是英宁 谢谢英宁 获得感动 进入